中超赛场逐渐变得惨烈残酷 大连人队脱离了降级区 长城亚太血洗河北队 广州城最为悲催 叶辉带领的大连人队 最近的一场比赛当中 以2比0完胜昌州熊斯 本功的获取了三个积分 猛声一跳脱离了降级区 原来排名比他高出一头的昌州熊斯 这一次就被死死的摁在了降级区里 当然昌州熊斯还是降级区里积分最高的 他的积分现在也握有10分 我是一直是这么说的 今年的中超联赛 如果没有谢辉 就没有中超联赛的精彩片段 都乏善可乘 又没有什么可看 情况就是这样 谢辉带领的大连人队 不管面对任何对手 总是无所畏惧 总是压着打 那么这一次是直接把昌州熊斯打他下 武松打的是老虎 大连人打的是熊斯啊 大家想一想 大连人队打上海海港的时候 实力差距明显 可以说一个在头部 一个在尾部 管你什么头部尾部 谢辉带领的大连人队 就有这么一种气度 敢于藐视所有的对手 面对上海海港 他照样是拳滑班 照样是压着打 照样把不可一世的海港 逼平为止 那么大连人队面对昌州熊斯 还是这么一个公开的压着打 压着打的效果真不错呀 开场仅仅四分钟 卷出重来 林苗明得到了队友的配合 跑下稍稍做了一个调整 立刻起角色闷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弧线球啊 门将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球 进入到自家把守的球法 2比0领先以后 大连人队丝毫不松心 照样是满场飞奔 全场拼抢 把球场上的主动拳 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上 2比0领先的优势 一直保持到中场结束 这样一来 大连人队纵身一跳 脱离了降级区 现在在降级区的 就是刚刚输给大连人队的 昌州熊斯 第15名 但是他的手上 窝有10个积分 脱离降级区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广州队第16名 但是广州队也窝有6个积分 他是正儿八经的 赢了两场的 两胜10负 第17名 那就是赵俊泽带领的 广州城队 广州城队呢 现在是13连败 连输13场 已经创造了中超联赛的 连败最长的记录 但是让人感觉奇怪的就是 广州城队居然也窝有3分 这3分就是他投诉大连人队 谢辉被他安算了 明明赢了一场球 结果被判为0比赛输掉 广州城队 拿到了这样的一场 所谓的胜利 拿到了这样的 所谓的3分 难为情啊 不要脸啊 对比之下 谢辉是真男人 广州城 真小人 当然最为憋屈的 那就是今天晚上 1比7遭到长城亚太 血洗的河北队 这场比赛是今天晚上 刚刚结束的 河北队实力有限 面对长城亚太 可以说基本上 没有还手之力 为什么说基本上没有呢 他毕竟还是单回一球的 可是面对长城亚太 人家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 直接灌了7个球 所以河北队现在是18支中超球队当中 排名垫底 第18名 战绩是1胜13负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 河北队那个一胜是正儿八经的比赛的一场胜利 但是从排名来看呢 他居然被广州城队踩在脚下 广州城第17名 河北队是第18名 对比广州城队 那河北队的第18名 看起来很难看 我觉得他是谁败有容 那么一场是拼实力胜的 输掉那就是输掉 爬门左道 他是不干的 这是男子足球啊 男人的运动啊 输也好 赢也好 像个男人那样的去出现在球场上啊 所以最后我有一个感慨 中超联赛全靠有一个谢辉 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看点 可惜谢辉只有一个 既然是比赛 那么肯定会有倒数第一第二的 河北队现在排倒数第一 不难力请 我说过了 是像男人一样的 真刀真枪取得了一场胜利 输了也就输了 硬气啊 而广州城队这样的做法 以后我希望不要再看见了 吃相太难看了 吃相太难看了